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现代生活高度依赖卫星 卫星大量的发射 也绕着我们的地球转 不过你有想过 这些卫星在除异之后 到底都跑到哪里去了吗 除了没有特别安排坠落的 就持续在轨道上转之外 其实多数坠回到地球的卫星 在过程当中会在大气层当中燃烧殆尽 但是如果是比较大型的 烧不完的 则是会被安排坠入到南太平洋上的海洋南底级 叫做尼墨点 将对人类的影响降到最低 并且会永远沉没并且安葬于此 所以这个特殊的地点又被称作是卫星公墓 今天的发现科学就要带您一起来认识 地球上这神秘的地点 在我们的地球上头转个不停的这些卫星 目前数量有超过一万亿千颗 其中有部分已经除异 却还是持续在轨道上转 随着卫星数量快速增加 地球正面临太空垃圾危机 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设上去之后 当它真的势必要除异的时候 我们就利用它剩余的动力 然后让它掉落在我们指引好的点上面 当前想要减少太空垃圾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利用最后的动力 让卫星掉回地球 但为了将对人类和地球的威胁降到最低 必须安排坠落在泥墨点 除异之后 假设以中低轨来讲 我们会试着让它用一个比较大的阻力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会改变它的轨道 然后让它能够掉回大气层 中大型的卫星在经过大气层的过程当中 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燃烧完毕 那剩下来的那些残渣就会试着把它的轨迹 让它掉到这个所谓泥墨点附近的这个海域 这神秘的泥墨点又被称为卫星公墓 那它究竟在哪里 这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卫星公墓 它叫做泥墨点 那泥墨它其实本身是一个拉丁文 它的意思是no one 就是没有人的地方 那这个点有多么偏僻呢 它距离它是在南太平洋的一个一片海域上面 以那一个点然后对外用2688公里做半径 画一个圆的话 那在中间是没有任何的陆地 那我们就把那一点把它称为所谓的泥墨点 那那一点是在整个地球上 可以找得到距离所有陆地最偏远的地方 它整个面积大概相当于一个北美洲 从Google Earth来看 我们这颗四分之三都是海洋的地球 在南美洲和南极之间的海洋 就是泥墨点的所在之处 距离卫星公墓泥墨点半径2688公里 圆形范围内全是海洋 没有陆地存在 最近的三个岛屿分别是 皮特凯恩群岛的迪西岛 复活节群岛的莫图努伊岛 和南极州的马赫岛 所以它的正式名字就叫海洋南极 是地表距离陆地最远的地方 因为洋流的关系 其实它的海潮也不太经过这个点 所以变成说这个地方它本身的养分 就是海里里面的养分也没那么多 所以它里面的海里生物 也几乎没有什么海里生物 所以也不会有人去那边捕鱼 从外面冲击下来的东西 也留不到泥墨点的中央 因此大部分的海洋生物 都不会在这一区存活 只有少数的 比如像一些深海的细菌才有 所以也不会影响到一些海洋生物的生存 距离人类非常遥远 就连海洋生物等生命的存在都相当稀少 就是科学家们选择这里当作 卫星公墓的关键原因 十几二十年前出役的前苏联的 和平号太空站 那它出役的时候 因为和平号太空站是很大 所以它经过地球大气层燃烧的时候 并不会完全燃烧殆尽 那它最后就是葬身在这个泥墨点 目前已经安息在泥墨点的卫星 大约有两百六十多个 接下来最有名即将在除役后 葬身在此的 就是由美俄等国际大国 共同研发设计的国际太空站 纳沙目前已经公告说 国际太空站它会在2030年的时候退役 那他们也跟SpaceX签好约了 就是他们会做一艘离轨太空之团 然后时间到了时候 他们会上去把这个国际太空站 把它拉离它目前的轨道 然后指引它掉落到泥墨点上面 国际太空站是在距离地球表面 400公里的轨道上 供各国的太空人研究的场域 大小大约有一座足球场这么大 是地球轨道上最大的卫星 而这座庞然大物 也势必无法在大气层燃烧完毕 所以剩余的部分就将沉没进泥墨点 大型的太空船越来越多的话 那这样子一直把它丢到海里面 也不是好的方法 所以这为什么现在各国开始在尝试的 在开发一些新的科技 看可不可以回收太空船 或者是直接在太空中 对那些人造卫星或太空船进行修理 虽然卫星公墨泥墨点 确实是当前卫星垃圾的处理方法之一 但不断地投入大海也绝非长久之计 未来或许有一天 人类将会找到更好的方法 处理这些日益增加的太空垃圾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